您好 欢迎收看英在地球村 我想机器人现在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聪明 也越来越人性化 除了在工业应用之外 机器人也从工厂逐渐走入了家中 在家庭里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扫地吸尘机器人 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 就是松腾实业 为什么邀请他们 因为全球他们出货 市占率是第二名 这样一个傲人的成绩 那里头包含 不管是老板的创业 还有他的好几十项专利 然后整个行销过程 相信有可以跟大家分享之处 我们先带您看松腾 他们的产品跟卖点 全球机器人产业正夯 家庭服务型机器人 极具市场潜力 会扫地吸尘的清洁型机器人 大幅成长 成为家中管理的好帮手 全球销量第二 亚洲第一的吸尘器机器人公司 就在台湾 松腾实业 旗下拥有V-Bot Papazzo Mr.Smart 等吸尘机器人品牌 成功打入欧美 日韩 中国大陆 港澳等地市场 是全球少数在技术与专利上 可以和美国清洁机器人大厂 相抗衡的公司 我们从1986年成立到现在 我们当初做过音响产品 做过Karaoke 做过Amplify 做过飘香机 但在这20年的经验当中 我们学习到什么 我们必须做 消费性很强的产品 严承祥说 消费性很强的产品 要强到让买主捧着现金 来拜托你卖给他 别家买不到 只有这里有 他看到常销型的家庭用品 如电冰箱 吸尘器 一般家庭天天要用 坏了也会再买 他于是开始思考 如何切入家电市场 吸尘器 也是楼上楼下 左邻右舍 你几乎找不到一家没有 家里没有吸尘器的 但是你如果做传统吸尘器 你的竞争对手太多了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说 如果吸尘器可以自动走 那自动走的话 这些传统的吸尘器厂 没有一家有 只有我家有 但是吸尘器这种东西 又是家家户必备的 所以当你做了这种东西 就会有人抱着现金 来拜托你卖给它 2003年 松腾实业成了台湾第一个 也是全球最早 研发智慧型吸尘器机器人的 企业之一 经过十多年 现在已经拥有世界各国 多达70多项专利 对于能够和欧美大厂竞争 甚至超越 焉成想指出关键的原因 之所以说 现在我们已经到全球 第二大的一个品牌 是因为我们有创新能力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专利 为什么这些国际大厂 做吸尘器的大厂 要跟我买 因为跟我买 就不会被告 所以时常 我就跟他们的 那个采购头讲 我说 那你没有其他选择 你只有跟我买 因为你买其他品牌 几乎都会被告 掌握智慧财产权先机 不断研发创新 让松腾实业的清洁机器人 比其他竞争品牌 更具优势 草地机器人最主要是要有三大功能 第一个是它的攀越能力 像它这样子的攀越能力 可以直接攀越过去 另外还有它的脱困能力 达到很好的覆盖率 像如果居家里面 有这样子的高脚椅在 它草地机器人如果爬上去的时候 它因为里面有装 有G-Sensor这样水平移 所以它会往后退 然后再脱困开来 另外一个是它的清扫能力 我们可以有光导引的红外线 去指引它 指到哪里 它就给清扫到什么地方去 除了这些专利技术 松腾也把扫地机器人 做到厚度最薄 吸力最强 充电座的自动回充方式 更是他们的独门技术 所以当我们机器经过它的时候 我侧边红外线 你就会收到它的讯号 就会停下来 下个动作做什么 原地旋转 全转到我后面红外线 又收到红外线接收 又收到这个充电站的信号 它就stop 然后就直接后退 就可以充电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 那成本也非常的便宜 可是就是没人想到 严成祥率领的松腾团队 不但开发实力强 快速满足客户需求 更是他们的制胜关键 因为比起其他竞争对手 他们有更快的开模速度 严成祥说 产品创意固然重要 但速度绝对是决定公司 能不能拿到订单 打败对手的关键原因 礼拜五我拿到样品 我马上订机票 礼拜六一早飞到大陆去 还没到以前 我把所有的 喷漆的 打样的 制造的 全部通通造集好 我把样品给他们 去调漆去 然后礼拜六晚上 就把所有的样品都弄好了 礼拜天一早我就飞回来 礼拜一一早 我就在那门口等他 然后给他 他就说 哇 你怎么那么快 比台湾打得还快 而与合作伙伴的 高度配合默契 也是这位有 台湾吸尘器机器人 支付称号的燕丞祥 制胜的关键 那很多人就说 他如果他扯烂物 他不负责 或是他钱拿了 人不见了 我说他只有一次 骗我的机会 但到现在为止 这么多年 没有一家骗我 每一家做完第一笔生意 还想跟我做第二笔 松腾目前已经开发出了 十多种扫地机器人 满足各种价位客户的需求 有走高雅路线的机种 也有针对小资女喜好 马卡龙造型的热销款 还有卖萌 可爱 或者讲究时尚的机种 全年总销量超过一百万台 凭借快速应变的决策 勇于挑战的胆势 松腾不仅为台湾机器人 在国际打下一片天 还要继续地掌握机器人 庞大商机 朝世界第一迈进 企业就叫企图星 朝世界第一迈进 而且你看我们上班族 应该是人人都希望 能够拥有一个聪明的 扫地机器人 来帮我们作业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访问到 松腾实业的董事长 燕丞相 免党欢迎你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看那个产品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尤其是像我这种 有用过扫地机器人 所以看起来更有感觉 当然我也是变成一个 稍微比较聪明的消费者 会去做一些比较 那我今天呢 其实对于 你们公司的产品 特别有一些 比较专利技术的部分 我会蛮好奇的 以我们有用过 扫地机器人的时候 其实也蛮好奇 很期待说 包括会拖地的 或是说这个楼梯 也可以帮我们 它可以跳下来 跳街的那种扫地机器人 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啊 就是它会扫楼梯的 我在大概四年前 我们跟那个台中经济 经济机械发展中心 我们有合作过一个案子 那政府补助了我们一百 应该是我们出了一百二十万 然后政府也补助了 我们一些款项 我们那个时候就跟 这个中心呢 去研发扫楼梯的机器人 它会上来一阶 然后左右扫一下 再上来一阶 然后左右扫一下 那你如果说是有 像101有一百层 我每十层都 我会放一个充电站 今天呢 它就从一楼扫到十楼 然后十楼就充电 那充完电呢 再从十楼 明天呢 再从十楼再扫到一楼 这个我们已经有做一个 雏形已经放在我们工厂里面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做 因为它需要大资本 它不是一般那个消费者用的 那个几千块或是一两万块 它可能要三五万块一台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门槛 就是它平地的之外 少楼梯的就贵那么多 因为它已经是商业用的 所以商业用的就是 它要耐操啦 耐磨啦 耐就是寿命啦 或者是不管是安全性啦 不能把人给压到啦 弄伤啦 所以这种商业用的基线的一些用料啦 考量啦 或者说它申请安规认证 都要花很多钱 所以短时间内喔 就家里有楼梯的话 还是要自己扫就对了 其实我们当初为什么会花一百二十万 去研发这个雏形 而且也申请了专利 因为我们在想说台湾的公寓房子 那个一层到六层的 市场会花两千块或是三千块 请人看每个礼拜来扫楼梯 或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是预见这个市场还蛮大的 一栋公寓房子给我买一台 那你看全台湾有多少公寓房子 他买了一台 就不用在每个月花多少钱 请人家来打扫楼梯 那个阿姨都 等于说没饭吃了 也不能说没饭吃啦 就是他可以 因为外人进来 或是有你这个楼的钥匙 毕竟也是一个安全问题 那我们如果说自己大家集资 来买一台扫楼梯的机器人 那以后楼梯都永远是干干净 而且不是一个礼拜扫一次 是天天扫 当然我是觉得说这个扫地机器人 我觉得它应该市场很大 这是直觉啦 因为我会觉得说 当然这机器人要够聪明 然后呢 它必须好清理 这是我基本上的一个要求 那今天 你看我看您的资历 因为会做到今天变成全球 第二大的出货量的扫地机器人 其实我们台湾的民众 其实也稍微觉得有点好奇 那当初我看您是大同工学院 就是工业设计系毕业的 所以你对于一些工业设计 你是非常有概念 是本科的 但是你刚开始并不是做这个扫地机器人 还没有创业 然后还跟别人合资 就是去做一些别的 像空气清净器 或是其他的产品 那后来是怎么锁定到这个扫地机器人的呢 其实我是71年毕业 73年退伍 两年里面换五个老板 你这个属于就是说 人家说坐不住的 现在的什么少年啊 经常都会 现在年轻人常会被人家批评说 一年要换好几个老板 24个老板 但是我不是那个坐不住的 我就是每到一家公司 台湾三洋电机我也待过 工业院我也待过 我每到一个地方呢 当我把那个单位 所有的东西学完以后 我就待不住了 我就想要换个地方 所以两年换了五个老板 那我27岁就创立我们自己的公司 那时候是民国75年 是 那两年就创立这 这真的非常快耶 但是那时候刚创立公司的时候 你的第一项产品是什么 我们第一项啊 因为我的前东家 他是做音响产品 做Walkman 做随身听 做Double Cassette 做那个 就是Audio的东西 所以我们为了怕让老东家讲话 说你们那个 窃取我的技术啊 或是什么 所以我们75年 创业的第一个产品 是跟以前都没有关系的东西 空气飘香机 空气飘香机 不是清淨机 不是清淨机 因为飘香机的门槛比较低 是 那为什么会想要做空气飘香机呢 因为那个时候 你到一些 包括现在都有 你到一些公共场所 你就会闻到那个香味 对 那你会看到那个 那个墙上会挂一台 它会自动喷香气 那那个时候 这种市场已经被 就是某几家企业去 垄断掉了 可是家庭没有 所以我们在 这个想说 那这个东西 如果把它放在家庭里面 是不是会比较好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公共场所呢 它是24小时在转的 对 所以 而且人啊 或者是空气流通很快 所以你不会觉得太香 对 但是在家里面就太香 因为它如果24小时转 还有一个就不经济 因为香料也很贵 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 Pattern了一个专利 我们叫做光控飘香机 当你进厕所 或进浴室的时候 把灯打开 它才转 你关掉它就不 它就不转 那它就可以用很久 是 那你觉得事后想想 这个创意所定的产品 是对的吗 它帮我们赚了第一桶金 我们第一张订单 从日本来 因为日本人喜欢这种 有香味的东西 两万台 一台赚五十块台币 民国七十五年 那这样子就赚到 一百万 一百万台币 一百万台币 一百万台币就第一桶金 就可以足够创业了 其实我们刚开始 创业的时候 一个股东拿两万块台币 这样子才十万 五个股东 对 十万 但是我们在创业之前 我们有part time 帮其他的 因为我们都是engineer 帮其他需要设计产品的人 帮他设计 我们大概也赚了二十万 所以这样加起来三十万创业 那创业很顺利吗 你们你看五个股东 我觉得第一个只觉得意见好多 有五个要整合 对 意见很多 那我们第一个产品 就是那空气飘香机 我记得很清楚 模具费四十六万 那我们开办费那些 那个花他去买办公桌 就花掉我十万 所以你只剩下不到二十万的资金 那你怎么样去付这个四十六万的模具费 所以我们因为早期呢 我们就是三三四 三乘三乘四乘 第一个订金 十几万我们有 第二个我们就没有了 那我们运气也很好 我们在要付第二期跟第三期的时候 我们那一百万就赚进来 那后来跟这些股东 之后应该还有别的一些 比较意见不合的一些事情发生 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这股东是不是 以前是共识的同事还是同学 是我前两家公司 我在这个节目我要告诉 所有天下要创业的学子们 或是要创业的年轻人 创业千万不要找同学 尤其是同班同学 那医生我们就另外说了 因为医生他牙医都 因为他们就是牙医嘛 但是你如果找同班同学呢 我会的你也会 我不会你也不会 所以不会的呢 你还是花钱请人家来帮你做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创业 我是在我这个五家公司里面 去发掘我要找的人 我们有机构的啦 有电路的啦 有生产的啦 有销售的啦 我自己是工业设计的 所以把我要找的人 通通都找来了 拆火是大家其实 完全没有人亏本 其实有赚到一些钱 其实我们在一起 共事了二十年 股东生意可以共事二十年 其实也不简单 也很不容易了 真的不简单 那我后来分析的结果是 只要吃亏的那个人 不要计较 你就可以长长久久 那为什么到最后会 就是说要拆火 因为我们的股东有三位 其实有一位在很早的时候 我们赚到第一桶金 他就拆走了 是 因为他认为赚一百万除以五 一个也不够二十万 所以很早就拆掉一个 那有四个我们一起共事二十年 那这二十年当中 其实也没赚到什么大钱 但是也没有亏本 只是中间虽然开公司 没有说一帆风顺的 或是永远都有足够的钱花 我们也曾经年终奖金都发不出来 我们开公司开这么久 基本一个月是一定要发出来的 那一年我们还是硬着头皮发一个月 可是钱是借来的 所以我们就跟所有的股东说 不管什么摩托车展 机车展或是什么展 只要过年期间有的展 全部参加 我们那个时候就在卖音响 一套音响一万五一万六 白天卖了晚上就去 你在家里装音响 那装了以后呢 你知道我们在过年那一段期间 我们就把员工的年终奖金赚回来 哇好快喔 对很快 过年才几天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故事 就是说你想不想赚这个钱 那你现在叫我过年再去摆摊 再去那个 我也不想赚这个钱 您过了那个阶段了 对就是说当你下定决心 你要做到的事 一定做得到 那创业也一样 你如果你的执行力够 你的意志力够 你不要去 去有任何要失败的念头 我觉得百分之九十九 你都会成功的 是 这就为什么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来访问您 在创业 在这个扫地之前 之前 那个经历 那后来其他股东 为什么会说您曾经负贷三千多万 是搭股东闪了以后 可以投资 因为这家公司 它不是没赚钱 但是都赚小钱 就是那个比上班族好 但是你要比人家大公司 那个赚大把的钞票 其实我们在这二十年当中 是没有的 那我在大陆的那个加工厂那个老板缺钱 我那时候就想用非常低的价钱把那个厂买下来 结果股东三票对一票 反对 反对我就跟我三位股东说 我说 从我年轻的时候二十七岁 因为我是四个股东最年轻的 是 一直到二十年共事了 然后每次投票你们都三票对一票 三票对一票 因为我想冲你们就拉我 我想冲你们就拉我 我就决定退出 但是三位股东商量一下 就说他们要退出 然后要把公司丢给我 是 所以从他们退出 我必须把公司的价值去分给他们 是 分完以后我就负债三千万 负债三千万 不过我想你一定有信心可以解决 所以反正那块土地也后来没买到 大陆你向中那块土地 对那块没买到 而且还很惨 因为被另外一家台资厂买去 礼拜六限定我们不能再进去 就是礼拜六 对我们说礼拜一 我们不能再进那个厂 我们所有的设备都在里面 生产性也在里面 他们在工厂 怎么办 所以我们刚好我们自己也有大陆的 就是台湾人的朋友 他说 我们台湾人怎么可以在这边被欺负呢 派他的工班 他两天把我搬完 这也很有效率 真的很有效率 那后来是三千万 那到您这个扫地机器人为主的一个创业 其实我要感谢林信义 创立的这个 那个管理的这家中华汽车公司 是 那个时候我是最后一个被通知到的 因为中华汽车那一年 要买一台车送一台扫地机器人 那我知道这个当初去提案的是另外一家 那个也是做扫地机器人 这个竞争对手 对 现在的 但是中华汽车 我觉得我为什么说它是一家管理很好的公司 它要买任何一项产品 它一定要把台湾所有做的人全部找过来 都来比较一番 对 它不会说因为你提案 所以我就袒护你或是怎么样 结果我最后一个被通知 我看地上都是扫地机器人 我就说这大陆的仿冒的 那个是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讲到最后就只有两家 是不会侵权 中华汽车买了不会被告的 对 就是我跟另外一家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你刚刚提到中华汽车 你已经在扫地机器人 已经有做了一段时间了 我是03年开始做 那中华汽车应该是06还是07年的 生意 就是我已经做了好几年 已经我自动回冲的一些机器 所以你才很熟嘛 说哪一个仿冒 哪个怎么样 你都很清楚 所以你去参加评比 才会脱颖而出 因为我们花了很多的专利费用 所以我们花了专利 我们就会了解 我时常跟我对手的 台湾的代理商 那个萧董 我跟他说 你们家的专利 你不清楚 我比你还清楚 因为我们必须躲过他们的专利 对 这个你也超有经验的 因为你在生意专利的时候 你可能 你有些东西是不是在 你要量产的时候 你如果是没有搞清楚那个专利 有可能是白投资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种事情也有可能发生 已经发生了 我2003年开发 我在8月我本来可以出货 但是在出货前 我美国的律师发一封信来 说那个防掉落 就机器它会防止掉落的 那个sensor的结构侵权 我模具都开好了 货也不用出了 因为你出去就可能就会被告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 在之前你在量产之前 去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查明说 这个到底有没有人已经申请了专利吗 Irobar就是我的对手 它在2000年的时候研发 2002年年底发表 你知道在美国申请专利 它有一年的黑暗期 他们叫Pattern Pending 就是申请过程中 你不知道他申请什么 他还没公开 但这一年过后 如果审查委员还没审查到 他必须公开说 你申请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们因为就是在黑暗中 我们的工程师呢 只能猜说 如果这一台机器 对手的机器是我设计的话 我会申请哪些专利 大概百分之九十都被我猜中了 就是我们都没有去 按照他的方式去做 只有一项 我们认为说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技术 为什么会是专利 我讲最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男生去上厕所 你一靠近那个便斗 他就会自动冲水 那是什么原理 因为他有个红外线打到你身上 然后再折射回去 他收到 所以他就冲水 你离开他打出去 没回来 他再冲一次水 这是很简单的专利 我想到处你都看得到这种应用 结果他是用这种方式 我们也用了 我们就侵权 后来我跟我的律师讨论 我律师说 他专利的部分在哪里 当他两个红外线 一个发射 一个接收 有角度的时候 这两个角度呢 形成一个交错区域 你就侵权 那你如果把它改成平行的话 你就不侵权 所以后来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模具扔掉 重新再开一套 是平行的 那白花了多少钱 那个投资 那个模具应该都是几百万的 所以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很难讲 你们又不愿意等 对不对 你就赶快研发 然后就也有点赌 对不对 不要等到说 因为你本来也不知道说 他到底什么是有专利 什么没有专利 我没有猜的 因为他还没公布 等到他公布 其实都很好闪 因为他的专利就告诉我们 要怎么闪 他这内容只要一公布 没有专利是没有 不能破解的 只要他公布 那问题是 当他申请中 你是不知道的 你刚刚先前有提到 什么第一桶金 就是空气飘香机 那这个 你的扫地机器人的第一桶金 是不是刚刚你提到的 就是中华汽车 他们送这个 一个埋台车 就可以送一个扫地机器人 是这样吗 其实我们在2003年年底 就开始出货了 那个时候 因为Airobar它是在2002年 做出第一个产品 那2002年全世界只有 他跟伊莱克斯两台是 那个自动机器人 那我们的东西拿到美国去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 Walmart或是Target的那些 采购啊 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你们价钱低很多 低很多以外呢 他说终于有人可以教训Airobar 他们受气受很久了 所以我们那一年大概在美国 一年也出了八万台 就是一年大概应该有十几万台 就是2003到2004那个时候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扫地机器人 比我过去的东西的利润都好 不管是CV Play啊 卡拉OK啊 Amplify啊 所以在海外 你是价格取胜 在那个时候 然后让这些 你说罗马这些卖场 都知道说台湾 有这个品牌 然后价钱呢 比较便宜 然后技术也不输人 然后自己国内的话 就是大家民众了解 您这个品牌 就是是不是透过一些广告 你有做一些广告 让大家知道说 有松腾 有你们这个自由品牌在 其实第一次广告 就是中华汽车那个 谁在西地那个广告 就是有一个飞用 然后在弄指甲 然后突然那个 说有人在西地的声音 是谁在西地 那你知道中华汽车 投了一千万 因为我们参加整个project 我们是提供这个赠品 但是他这赠品 他会投广告 投广告什么时段 他会告诉我们 然后他怎么去玩这个广告 我们那个时候 是第一次去接触说 这个广告的魅力 或是广告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发现说 中华汽车力广告 我这不相干的 因为它是广告中华汽车 但是它是送扫地机械 我自己其他的销量 参坤那时候 我们300家店都有我们的东西 就上来了 然后我的对手那萧董 他说我们也上来了 他一家广告 不关我们的事 可是我们两家的业绩都上来了 对 让大家知道说 有扫地机器人 你可以去买 对 所以我隔年 我自己花了800万 找联广 帮我再超一次 我第一个月 再参坤就收了600万货款 第二个月又400万 就1000万了 然后他这广告 会有三个月的一个有效期 那三个月以后 观众是健忘的 就是说他们一般玩广告 就是你三个月后还在投 那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找素人 那素人 结果我们那个广告 投了一年以后 连广告给我要30万的 那个肖像权 后来我说 这个又不是明星 又不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多钱 后来谭不拢 我就 就没有再播那个广告 那你现在已经不需要 靠电视商业广告了 我们后来又玩了一次 就是找佐佐悠悠 玩那个 那个 那个就是 那个我有印象 对 那个 那个广告也是造成什么 摸摸啊 大家都要来抢货 所以广告真的是 很大的魅力 因为我们之前会看到 怎么广告那么贵 还一大多人头 那其实 它是可以赚回来的 是 是不是因为 因为有些人做广告 他觉得好像 花得没价值 但是你的效果却这么好 是不是因为说 国内也没有什么 扫地机器人的工厂品牌 就是你在台湾 就是你是第一名 我还没投广告以前 我还不是第一名 那投完广告 你说我第一个收600万 第二个也收400万 1000万 我花掉800万 我赚什么 后来我们自己 整个中校去评估下来 我以前拿名片出来 松城公司 不知道 我是做扫地机器人 你就是做那个趴趴走的 我们的知名度在业界就 因为那个广告 我们就出来了 那我们在市占率 我们也是第一 原来如此 有这个广告 然后整个量 知名度整个上来 所以变第一名 那放在全球来讲 现在已经是第二名出货量 在2015年 全年出货了多少台扫地机器人 我们出了将近100万台 100万台里面 那个菲利普在中国大陆 大概卖了20多万台 不到30万台 是 今年菲利普要冲中国第一 所以我估计 大概应该要到30到40万台以上 是 那还有其他的 几乎都是做吸尘器的大厂 那这些大厂为什么资金实力 都比我们雄厚 要找我们做 因为专利都被我跟艾罗把卡死了 所以他不找我们做 他自己做要做很久 有时候我们在想说 当然这有时候也是后花 那为什么他没想到 然后你会默默在那边耕耘 我们在2002之前 我们是做Honeyware的空气清淨机 那那个时候Honeyware 因为他的业绩不好 所以他就把他那个部门卖掉 2002年以后 就是我们的奶妈已经不见了 然后订单从哪里来 不知道 那刚好2002年年底 艾罗把伊莱克斯发表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明星 将来会是一个明星产品 但是我们以前做空气飘香机 做空气清淨机 做卡拉OK Amplify 我自己认为是细阳工业 没什么技术性的 所以当这种 我们认为是high tech的一个产品出来 不敢做 我们觉得他有希望 但是不敢做 那刚好2003年年初 曾经帮我们写过软件的 一个工程师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手上有一个 结果就是艾罗把 他已经买了两台 拆开了一台 放在地上 那他在台中 我在台北 我一接到电话 我马上开车下去台中 就跟他讨论 他说软体他没问题 那我说软体 硬体我也没问题 因为我自己学工业设计 你们就一拍即合 对 就是那一通电话 然后我们就决定 go 就这样决定 要下去做 所以他一看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他会 他会写程式 他会是我们不会的 是 那我们会的是他不会的 还分不同系列 我看有 这个 我们刚刚影片当然有看到 有的是 PapaGo 就是给我们广告 印象很深刻的 那另外呢 就是Webot 然后还有一个 Mr.Smart 这三个有区别吗 有很大的区别吗 其实我们用三个品牌是 因为我们有三个大经销商 那这三个大经销商 每个人卖的东西呢 完全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就给他 三个不同的品牌 因为每一个人在 这三个不同的品牌 他们自己会去花 他们的广告费 那如果说 你跟我卖同一个品牌 那我就要算一算 你花的多 我就花的少一点 所以会有互相占便宜的 那个缺点 那我们现在就是 把它区分开来 就跟雷克萨斯 跟那个 那个丰田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你在官网上 如果这样的话 自己还卖吗 因为很多厂牌 他自己在官网上 也有售价 还是说 你的经销商 你也反正也不跟你的 那个客户啊 去抢卖这个东西 那你怎么看 你的官网上 的售价是参考价吗 我们官网上 是一定要挂在那里 那因为经销商 他们会去做他们的促销 我们官网是 是参考 对对对 这个价钱 其实是仅供参考 也不是要跟他们抢生意 而且也不方便 因为他们卖的价钱 可能 有可能比官网很便宜 其实在整个这种零售的生态 如果原厂跟经销商 去抢零售的客户的话 是很无耻的行为 所以我们都会一直叫我们的业务说 如果消费者要买 就把它介绍到经销商去 对 让经销商去赚钱 不然以后没有人要帮你赚 我们现场展示台上有看很多种 包括最前面的 有Hello Kitty 这个是你当时为了超商 做的在超商可以卖的 最迷你的小机器人 然后后面那个 我们看到有这个马卡龙 下午茶系列 颜色很缤纷 然后画面左边那个是最薄的一个 这个最薄的那个算是哪个系列的 它是趴趴走系列的 趴趴走 那它薄的 为什么强调说最小的 然后最薄的 他们各自所具备的功能是什么 其实最小的跟最薄的 我们自己有在 我们的土层工厂里面 我们有一个国际标准的一个 覆盖率测试的一个实验室 那完全是按照IEC 就是国际电工协会 所定的一个尺寸标准 对 我们买一条地毯多少钱 你知道吗 6万台币 很小的一条 一米半乘以一米 为什么要买6万台币一条 因为在同样的空间 测试的任何的东西 大家都要同一标准 所以我们买跟美国跟欧洲 做同行他们一样的地毯 我们测的数据才可以公正 那我们不管是大的小的 在我们的覆盖率测试里面 都可以到达95%以上的覆盖率 所以你不一定说 小的覆盖率就不好 大的覆盖率比较好 那会比较好 那不是说好个20% 30% 可能就是几个百分点的差别而已 是 我们有测 譬如说硬地板 我们有测地毯 那我如果要偷机的话 我去买一个短毛地毯 然后我测出来 我数据比别人测得还好 那就不准了 一定要同一个标准 一定要同一条地毯 就同一家工厂 同一批地毯 那这个地毯就很贵了 因为全世界只有它有 就随便它宰了 你那时候会做那种小迷你的 是因为有些 比如说住套房 或是那种比较小成本的 空间比较小的用吗 还是说只是因为 它适合超商去卖 然后或是考虑到价钱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有朋友 他对超商的通路熟 我们就做一个尺寸 适合超商卖的 是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曾经花800万 给连广以后 他又跟我要20万 做什么 后撤 后撤就是他会打电话 你有沒有买 你为什么买 那你没有买 你为什么不买 那不买是什么时候会买 他把所有的答案都告诉我 是 就是说 消费者不在意价钱 他在意这个东西 少得干净 包括我去华硕做简报 工程师 那种非常高知识水平的工程师 第一句话也问说 这东西少得干净 那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 你要让消费者花几千块 来确认说 这东西少得干净嘛 大部分人都不会花 所以我就做一个 大概在1000台币上下的 一个产品 我让你去试用 这个试用是非常成功的吗 我们可能赚得不多钱 可是你知道有16000个消费者 应该不能说16000 16000个家庭 是 再用你这个东西 然后再传播出去 这个广告的价值 比我们赚的钱 还有价值 因为这个小迷你 那我可能想要说 既然这么好少 我买大一点的 因为家里房间比较大嘛 而且不止一间嘛 那有了还不同楼层 每个楼层在放 也不用在那边搬来搬去的 那所以 我们现在画面 现在看到最上面 这个红色框框 这个VBOT 我们看到旁边 有一个遥控器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 你就是指向哪里 它就跑去哪里了 那个是我们的专利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在卖这个机器 你卖13年了 消费者会打电话来说 他怎么 有一个脏东西在旁边 他就经过了 他不去扫 他看得很难过 我说机器又不长眼睛 他又不是像人看得到 会过去把他吃掉 我说 那你如果 一定要他被吸走的话呢 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你出门 待会再回来 他还在的话 你再打电话来 第二个就是你把他屁股转一下 让他去把他 不是自己捡起来就好 让他吸走 后来就是因为 打这种电话的消费者太多了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这个我们叫做虚拟扫把 这虚拟扫把 只在地上会有红点 其实那红点是给人看的 机器看的是看不到的红外线 我里面有两颗LED 一颗是可见光 一颗是不可见光 机器看到红外线 会去追那个红外线 所以我红点只在那个垃圾上面 机器就会把 它虽然说它是automatic 但是它突然发现 这边有红点 它就会拐过来 满足你的要求 吃掉它 那这个不能让小孩子 这边拿着玩 小孩子超爱玩的 对 但是它这样的 温头转向 这很容易故障吧 不容易故障 大概所有做这个的 厂商里面 我相信只有我们 每一台机器 都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 做过寿命实验 超过1000个小时 1000个小时 一天一个小时 三年以上 而且要天天用 那你有时候没电 或是忘了冲 你可能都要用到三到五年 那这台这个续电 有多长的时间 它可以扫多久 它可以扫90分钟 我刚刚讲说智慧型 用几个方向来评比的话 你觉得现在跟你一些 竞电对手 他在聪明 聪明智慧度上 跟电力持久上 这两项 你觉得你们 比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我想现在的扫地机器人 已经进入到地图系统 什么叫地图系统 那个机器上面 会有一个测距的东西 就像那个Google的 那个地图车一样 它会一直转 我们的机器上 也会一直转 它走到哪里呢 它就会把这附近的地形 记下来 所以当它走完一次呢 你家的 当初买房子的平面图 就全部跑出来 这样子 还有这种功能 对 就是现在最新的技术 就是大家竞争到现在 就是我们叫做Mapping System 地图系统 所以当它扫到A房间的时候 没电 它回去充电 下次来 经过客厅 经过卧室 它不会过去 它会到A房间继续完成 未完成的任务 那您看这样子 应该也可以多卖几台 每个房间 它有各自的任务 不会搞乱 这个地图系统 其实最好用的 不是在扫地机器 因为扫地机器 以现在都可以做到百分之九十几的覆盖率 它会在将来的智慧宅 就是说我在外面 我想开哪个卧室的冷气 因为大家都说IoT 或者说家电联网 那你知道家电联网 最少要十年到二十年时间 你家冷气 现在是没有网路的 不是有网路的 你会因为 你要想要享受网路的便捷性 去把人家好的冷气 换掉换成一个 这个就不会 所以我们估计 家里面所有的电器 要买联网的最少要十年 那在十年内 有没有办法联网 有 就是用我的吸尘器 到房间把A冷气打开 到这个房间把那个关掉 只要你是可以用遥控器操作的 我们都可以去把家里的电器串起来 他的责任好大 他要有这么多功能 那这个还不要担心他乱掉 因为他指挥好多电器 他甚至知道老奶奶 老爷爷的房间在哪里 我可以去设定 我每隔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去看看他是不是安好 呼吸是不是正常 心跳是不是正常 如果不正常 我就会发到你的手机去 让你去打开这个机器上镜头 看你爸爸 你妈妈 爷爷 奶奶 是不是还在那边睡午觉 或者是摔倒在地上 是 他就是一个不固定的 一个摄影的一个功能的系统 他等于是家里面的一个机器人 那因为他目前都在做到很扁平的 属于一个机器人管家 类似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产品是已经 你跟几个竞争对手 现在是 比如说前几大 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准备要 目前还没有人做到一个就是 那个 因为我们服务型机器人 他有分娱乐型机器人 就是学校学生 像乐高那一种的 那再来一个就是 那个照护型机器人 那再来清洁机器人 那其实清洁机器人要跨到照护型 或者是跨到那个教育型 我们是很容易 因为我们的载具是很现成的 你有打算这样做吗 我们已经在做了 因为很多学校教授都跟我们买一个雷射头 10到15万台币 被学生搞坏了都不知道怎么交代 我说我只要5000块就好了 他们都说你赶快做出来 那你觉得你接下来在目前是占据第二 那你的一个目标 因为你向来你的事业充斥 你就是敢冒险有这个胆识 你觉得你接下来想要达到目标是什么 我相信一定有一个要成为第一名 那其他的 当老二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因为你永远不需要做太大的动作 太冒险的投资 因为你只要跟着老大走就好了 但是你今天如果我们励志 我们一定要超越他 那我们必须投入的人力 资金或者是我们的研发 那就不是我们当老二所花费的 那我们为什么有把握 我们可以在三年内我们超越他 因为我们目前出货量 已经是他的二分之一了 那现在中国市场呢 等于全球的市场 商量客户在问我说 你怎么看中国市场 我说中国市场跟中国以外的市场 是相等 我们曾经在淘宝网 10个小时卖到8000台 还不是双11 很惊人 对 就是中国的购买力 是非常强的 那阿罗巴 美国人 他是讲什么 讲英文 我们台湾人呢 有这个优势 对 所以我们一进大陆 是比他们还快适应这个市场 而且我们做生意的方法 都跟他们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国呢 我们所有的品牌加起来 我们已经是第一名了 是 那最后我要问一个 我最在意的一个小问题 这个清洁有时候 扫地扫得干净是一回事 要清 我觉得这个很麻烦的 如果说他还要花费我一些时间去清理的话 这方面您也有想到了吧 那个专利也有 有 因为这个机器人吸尘器呢 它有两种 一种就是地毯用 一种就是硬地板 我们这是Half Flow 硬地板用 硬地板就是木地板 瓷砖 这都叫硬地板 那地毯 那地毯呢 因为它很多头发掉在地毯上 它不是掉上去 如果掉上去我一吸就吸走了 它是被脚一踩然后打结了 你怎么吸都吸不上来 对不对 所以有地毯的像美国 一定要滚刷 那滚刷就有一个缺点 它那个长头发会卷在那上面 你必须戴口罩去剪掉 把它把它掉要清掉 所以那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在台湾我们几乎都是硬地板 用我们的就很轻松 就是热水盘拿起来 就一个动作掉完 然后再转回去 就这样子而已 非常非常简单 好 那我们希望说 你赶快成为世界第一 我们大家也这个会非常高兴 那希望那天早日到来 到时候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谢谢您 谢谢燕董 接受我们的专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